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纯素饮食的人往往被人质疑会不会饮食不够健康 我们就和大家看看有什么健康饮食建议的呢? 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就远远留长很特别的 五千年前已经提到这个衣食同源 并且很详细解释植物性的食物和营养健康的关系 可见我们的祖先是以食植物性食物为主 至于美国在五六十年代提倡国民要吃四类食物 牛奶 肉类 蔬果类 五谷类 当时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这个畜牧业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四类食物的分量比例是怎样的呢? 会不会是全部一样那么多呢? 真的发现很多人患了心血管疾病 通过营养学的发展发现原来饮食和心脏病有关 于是将这四类食物的概念 改为一个金字塔饮食的概念 提到牛奶和肉应该比菊类和蔬菜类和水果类少 即使这样也未够好 所以二千年的时候又改用这个散的图 即是说如果胃口小的人 其实比例也是一样 但是量可以减少 以及要着重运动 有时有些人就用这个餐盘去代替这个概念 只不过餐盘就写了这个蛋白质 有点弯度性 就好像觉得菊类和蔬菜类是没有蛋白质一样 至于英国它也是用餐盘 但实际就比较清楚 就是全部都是用食物的 菊类和蔬果类是最多的 而奶类和肉类都是较少的 至于加拿大 这些四类食物就用了彩虹来代替 最多的就是在彩虹内 就是菊类 而最少就是肉类在彩虹内 没错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 都有喝牛奶的习惯 但是至于中国 或者香港 是从来没有这个习惯的 那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原来在60年代 香港就有英国来的医科医生 他们觉得 为什么香港的10元仔这么小 就是缺乏了牛奶和肉 于是在这方面作出的鼓励 而在70年代 营养师就为香港输入了 美国这四类食物的概念 自此之后 喝牛奶和吃肉 就比较受重视了 近年来 至于香港也用了金字塔 来代替 当然也是有喝牛奶的部分 不过他就写了 有牛奶的代替品 就是说你注意食肝就可以了 只要在中国大陆 原来在88年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 全国的疫苗调查 而针对当时的疾病的统计 就制定了8项的方针 当时就越来越多人的中风肥胖糖尿病 所以希望大家就不要吃那么多精粮 要吃那么粗粮 所以精细粗要配搭 食盐就要限制 油脂要适量等等 当时没有说牛奶和肉食 到了2007年 就开始营养学会 做这个补塔 提示人如何吃 并且将牛奶加进去 喝牛奶 为什么呢 就是和医学界 对于十文仔需要多少概念有关 很可惜 就是对于这个在国际上有分歧 比如说今五岁的十文仔 美国就会基于一个群体观察 提出每天需要吃800毫克 而英国就基于一个吸收的研究 提出需要吃450毫克 可见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群 他吃的盖够不够 其实很关键就是你采取 哪个做标准 世卫和新加坡 就采取一个中间的数字 用600毫克 而中国就倾向学美国 所以你看看如果不喝牛奶 又如何达到800毫克 美国有一个责任医生协会 他建议从科学与临床的证实 看到吃四项的食物就足够了 就是五谷、蔬菜、豆类和水果 是给你有能量的 不需要喝牛奶 不需要吃肉的 只要配搭得而 你就会很健康 他们觉得牛奶 其实对健康不一定有好处 譬如蛋白可以令到致敏 令到钙质流失和助长癌症 而牛奶的脂肪很容易增加 血的胆固术和令到人肥胖 乳糖是不耐受的人 会出现腹胀、腹痛和肚射 世界上有很多人 包括中国人 当他长大后 就再没有这个能力 去消化乳糖 乳糖梅随着长大 会自然消失 香港越来越多 10元的肥胖和敏感症 很多人不知道 牛奶和鸡蛋 在食物中是最致敏的 在英国在09年时 有篇文章 叫做 牛奶敏感 迟迟都不被诊断出来 英国的专家说 其实很多小孩 大約3% 都是对牛奶敏感的 症状是包括 什么孩子经常哭 肚痛 大便出血 濕疹 特别濕疹 都挺普遍的 只要你考虑这件事 牛奶可以敏感 飲食改变 自然就会好 哈佛大学 他就是有一个金字塔 都是提倡金字塔的健康飲食 但他很强调 就是我们基于科学 而不需要考虑政治和经济 这方面的利益 发现除了每日运动之外 我们所吃的谷类必须要全谷 蔬菜要大量 水果要食量 每日要吃坚果和豆类 至于动物性食物 比如鱼类加禽和蛋类 是可以不吃的 奶也可以不喝的 红肉就要至少吃 看到就是哈佛大学的建议 是真的比较科学 而且他懂得尊重 一些没有饮牛奶文化的民族 的饮食习惯 亦都是尊重 一些纯素者的选择 所以各位 当你选择纯素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是没有科学根据 希望大家吃得开心 和健康 和健康 恩 所有的 为充饮 我没有保留 你 能等下